NPO传爱列车 学习如何与它共处 特别是中途市长的朋友 从失明到走出来接受重建 有研究显示需要一到三十二年不等的时间 今天NPO传爱列车要带我们到社团法人 台湾数位有声书推展学会 了解他们为市长朋友所做的服务工作 今天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学会 王建立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 我们先欢迎理事长 理事长您好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来接受你的访问 理事长您是在1987年的时候呢 拿到美国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的工程博士学位 这对很多新兴学子来说 能够顺利到国外拿到一个博士学位 应该是很开心的事情 但是您在拿学位的过程当中 一只眼睛出现了问题 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是不是 是的 就是有一天早上 那天我要考试准备考试 结果醒过来怎么突然都看不见了 后来到医院去检查才知道 有新增血管 然后这新增血管有渗出那个血 然后就阻碍了我的视力 所以是没有办法治愈的 那时候是隔了一个礼拜 他自己就好了 所以我刚开始还以为是感冒 感冒隔一段时间就会好 所以不在意 但是后来花病的频率开始高了 可能隔了几个月就会再花病 是 那互联的时间会长一点 那接下来变两三个月吧 越来越短 周期会越来越短 刚开始的确是很担心 不过还是觉得还有另外一只眼睛啊 所以我还是继续开车 继续凹夜 把学月完成 那您在拿到学位之后的隔年 就回到台湾 也在产观学研究服务将近了15年的时间 在1999年的时候 因为两眼失明 所以就提早退休离开职场 其实中途失明 可能会有一段低潮否定期 那这一段经历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您是怎么样走出那个低潮 是的 当我知道我自己失明不会再护炎了 就医学上叫不可逆了 这个消息是我二姐在高雄 他们有一个养虾场 我就到那边休息静养 然后刚好有认识的眼科医生 他告诉我这是不可逆的 那接下来我当然就会很担心啊 因为我那时候工作只是流子停息 还没有失去哦 所以我认为大概会失掉工作了 然后孩子还小 那时候孩子才小孩才三四岁而已 然后皇屋贷款还好几百万 所以马上面临的是会很担心的 所以晚上睡觉常常睡不太早 然后好不容易睡早了 会惊醒 又在开始担心很多事情 是有人或者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帮助你走出黑暗 重新找到你的人生价值 我知道自己看不到以后 我太太就帮我到清大 清大有一个盲友会 就是我的母下 然后我们就开始联络 我有跟他们打电话 那时候的总干事是杨小姐 他推荐我读一本书 是美国一个神父写的 叫迎接世茫茫的世界 这位神父也是世障者吗 不是 他是曾经访问了一二次世界大战 失明的战士 加勒神父 是是 那他们就真理写出了这本书来 所以这本书对你的帮助非常大吗 我开始读才知道说 我失明会面对了21种的上师 为上师当然视力 可能行动刚开始不方便了 获取资讯也出了问题了 当然经济能力也上师了 还有人格的完整性 他讲了很多上师 看了很害怕 但是更重要的 他是说这些方法 透过有系统的去学习 用非世界的来处理日常生活 来学习辅具 还是可以的 是可以克服这些困难的 对 就可以恢复大部分 所谓大部分应该是九层能力 是 您现在是在国家高速网络计算中心 担任研究员 所以算是在失明之后的 新职场是不是 对的 我在民国九十二年 一月份来这边认职 所以我现在已经满了十六年 又第十七年了 好 所以在这里找到你生命职场的第二春 您曾经说人生的座右鸣 是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可以跟我们谈一谈 为什么会加入这个社团法人 台湾数位有声书推展学会呢 在民国九十二年的时候 也就是我找到生命第二春的贵人 侯明星教授 他从美国回来台湾 就在我们国网中心任职 那时候他想要做一些跟市藏有关的数位学习 所以他认识了清华大学那时候 资工系的教授 唐传义教授 也是现在经理大学的校长 他们就认为说 以前市藏者听有声书都是录音带 很不方便 尤其是要重复听一些找资料都很不方便 那时候国际上有一种技术 叫做Daisy Daisy 这种技术 刚萌雅 Daisy是雏菊花的名字 对不对 如果英文是这个意思 但是它是好几个英文字 缩写的 就Digital Accessible Information System Digital Accessible Information System 对 无障碍的数位化资讯系统 是的 原来录音是属于线性的 要听大概要来回道代不好 但数位化以后 我们就把一本书做成成绩架构的 那一种结构 那透过这种技术 播放软体硬体的技术 我们就可以直接跳篇章解 到我们想要听的地方 这个其实有点像人类文明 在进步最早期 如果去看诗卷 是不是可能几百尺 那你要早不好早 但是开始书 是不是开始有篇章解 我们对书就开始会有 是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 每一章又有解了嘛 那以后想要再读这本书 就会比较容易找到 我要读的那个章解里面 是所以是洪明勋教授 邀请您加入这样的学会 跟他们一起来服务市仗者 也推展这个数位有声书是吗 应该是说我们那时候 就决定开始要成立一个 台湾数位有声书推展学会 我也从开始筹备 我们有筹备了半年 然后再成立大会 除了推动这个Daisy 数位有声书 未来您还希望为市仗朋友 谋求哪一些福利呢 我们觉得国内市仗者 单位非常的多 但是一般在讲 要让他们在就业 这是困难比较多的 尤其是有一些人 他本身就有一定的专业能力 如果以我们过去国内的政策 不管你原来是什么 尽量都把他护倒去做按摩 这是很可惜的 对几乎都是按摩 街头艺人音乐艺术的工作 对不对 所以政府投入了即使到现在为止 投入一大半的钱 都是在辅导市场按摩方面的事情 其实是可以更开阔的 对更开阔应该是说 他本来是有什么样的专场 像我失明之前 我是在顾问公司工作 那我在之前 我也在学校在原汁大学 我也是有高考及格的 我们是有专业的 那专业就是说 我以前工作性质 很多是写计划去申请 然后拿到以后 要管控进度管控预算 这些专业还在 所以后来我们成立学会 蛮多也是要去申请计划 要执行 要研究新的领域 是一样的 所以像我这一类的 其实在国内蛮多的 其实园区 这边也不少 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 透过一种非视觉的学习 学习不要靠视觉 我们还是可以行动 可以走路 也可以使用电脑 这就是我们希望 努力的目标 希望能够帮助 中途失明的视障朋友 延续他原本职场的能力 完全正确 能够在职场领域当中 找到生命的价值 是 王建立理事长说 一般人对于实名的认知 是害怕和恐惧 也不认为这种事 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但当他失去视力之后 就有切身的感受 进而投身 视障者服务工作 休息一下广告过后 再回到NPO传爱列车 欢迎回到NPO传爱列车 我是王淑荣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 是成立于2004年 社团法人台湾数位 有声书推展学会 在上一段 王建立理事长分享学会 引进国际有声书 制作技术DAISY 解决国内事长朋友 在听读传统有声书 所遭遇到的问题 DAISY起源 是因着数位化科技的发展 从瑞典发起 连接欧美几个先进国家 有声书图书馆 在1996年所成立的 DAISY Consortium 这个非盈利世界性组织 台湾数位有声书推展学会 除了引进这项技术外 为了事长朋友的需要 也提供其他方面的服务 请听洪迦娜秘书长的分享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台湾数位 有声书推展学会的秘书长 洪迦娜 今天很开心在这边 跟大家分享 学会对事长者提供的一些服务 那我们学会呢 是成立在2004年 刚开始成立的时候的宗旨 是为了引进 方便事长者听读的 DAISY的一个技术 制造DAISY的有声书 后来扩大了我们的服务范围 主要就是以科技服务 事长者来帮助事长者 能够自主生活 或者重返职场的一个机构 也就是说 有声书学会主要是以科技 协助事长朋友 尤其是中途失明的人 能够透过非视觉方式 使用电脑及科技辅具 我们提供的服务有 职讯 一对一盲电教学课程 另外有社工关怀和服务 心理辅导 成长团体 重建分享会 户外活动 通过以上课程及活动 协助事长朋友 接纳自己 自主生活或重返职场 过去我们学会在 职业重建部分 开设了职讯的课程 那主要教授 以NVDA语音报读软体 学习以NVDA操作 Office软体 及Internet网络操作等 希望能够帮助 视障朋友 用非视觉方式 取代视觉方式 操作电脑 例如用键盘来取代滑鼠 另外针对于 视障的中小学生 我们也提供了 团体课程和个别课程 那团体课程 已经在1月26号 进行第一次的课程 它是开设了 以NVDA搭配 科学计算机课程 报名的速度是秒杀 因为太多人报名 所以后来我们 用直播的方式 让没有办法 报名到的 视障学生们 也能够透过直播来学习 除了团体课程 我们还有个别课程 那今年预计要服务 24位学生 凡是领有身心障碍手册的 视觉尚爱学生 都可以申请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 可以打 02-2389-4915 或者上 我们学会的官网 报名 学会提供的许多服务 仰赖政府或企业补助的计划方案 以及社会大众爱心捐款 另外也有部分是 身杖产品的销售 或去学会长期接受 联合券目协会赞助的 黑暗的镜头是爱 中途失明者 及其家庭支持服务方案 协助中途失明的朋友 生活及职业重建 多年来 学会接触过数百位面临失明 或者逐渐失去视力的市长朋友 他们发现 亲人的陪伴 和过来人的关怀 经验分享 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 这些知识团体 在社工的引介下 学员彼此互动 交流 进而从受助者转变为助人者 因此找到个人的价值 我们来听学会社工师 罗宇成的分享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罗宇成 在学会担任社工的工作 然后我们主要服务的是 中途失账的朋友们 我想在我们的服务当中 有遇到比较大的困难 来自于我们如何陪着个案 一起前进 一起成长 去引导他们愿意走出来 走入重建的服务 然后以至于重返社会 我们服务的市长朋友 有许多是从 明眼的情境里面 慢慢的势力退化 甚至是完全的丧失势力 这个部分 对于这些市长朋友来说 会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折 那其中也会遭遇 许多的悲伤挫折 茫然无助 或者是许多的恐惧 我们在面对这些 非理性的情绪里面 对我们的伙伴来说 需要彼此合作 然后彼此支持 并且不断地去讨论 如何去陪伴这些市长朋友 当他们到最后 愿意自己走出来 然后重返自己的生活 甚至是重返职场 重返社会 对我们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 我觉得在这个陪伴历程中 就是我们需要很多的耐心 以及很多的热忱 宇成在高中时期 因为弱势 势力逐渐恶化 到了大学 曾经怀疑自己 是否能够升任 社工的工作 但在寻求探索的过程当中 不断地学习 以及得到受助人的回馈 让他更加肯定 现在所做的服务 宇成因为过来人的经验 能够比明眼人 多一点同理市长朋友 了解他们的心情 而在陪伴过程中 似乎也是和自己 进行心灵的对话 或许一个相近的情境 可以让我们比较容易 进到他心里面 跟他对话 不过这个还是一个 很长期的历程 就是我们走过来了 觉得已经可以适应了 可以接纳自己的状态 可是对于可能刚 失去势力的市长朋友来说 不是那么的容易 即使他知道 可能现在服务他的社工 是一位市长者 可能刚开始关系 会建立得比较快 但是相较来说 还是需要时间的 在这个领域 我也同样身为市长者 那相较来说的话 我也需要处理自己的议题 自己身为市长者 那当今天来了一个市长朋友 可能他有一些情境 他过不去 我会思考的是 那我的价值是什么 我该如何告诉他 其实我们可以试试看 可以努力的去尝试挑战 然后一起努力一起前进 到了后期 有些市长朋友 愿意开始走出来 那这个确实对自己来说 也是一种肯定吧 那我想和大家分享 一位我所服务的个案 小慧的故事 小慧是先天的弱势 然后他本身就仅有单眼的势力 那他一直依靠他仅存的势力 在因生活上的需要 小慧其实蛮优秀 考上了工人员的高考 在一个学校里面任职 不过在近几年 他突发视网膜剥离 他仅存的势力也丧失了 那在他丧失势力过后 有一次母亲带他去法郎洗头 那当时因为店员一时失误 不小心水拨到了眼睛 小慧当时才刚接受完手术 因此呢 他将后来自己丧失势力的事情 跟这一次的事件连接在一起 因此他非常的痛恨 那天的店员还有母亲 认为都是他们的错 那在这之后呢 小慧虽然说来到我们这边 接受了服务 参加了电脑的课程 可是呢他十分的退缩 他还是没有办法走出来 没办法接纳自己 上司势力的这个事实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的社工 还有四丈的同侪 心理师等等的 有非常多的讨论 然后陪伴他一起 走出这一个阴影这样子 经过非常多的努力以及时间 小慧终于慢慢的 从一开始的很退缩 那到后来呢 他慢慢的去学习电脑的荧幕 抱住软体 也顺利的回到他原本的工作岗位 对小慧来说呢 终于开始接纳自己 然后慢慢的走回他的生活 重返他的职场 对我们来说呢 当个案愿意这样走出来的时候 其实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 其实每个人在老化的过程当中 多少能够体会视觉障碍 带给生活许多的不方便 以及影响心理的层面 洪加纳秘书长 期待社会大众能够更多关心这个议题 支持视障朋友开展新的人生 视障族群是很少被注意到的弱势族群 但却是非常需要帮助的族群 我个人觉得帮助视障朋友 也同时是为自己年老视力退化 做一个准备 欢迎收音机旁的朋友 上网搜寻有声书学会 加入我们的行列 另外我们还有 由视障者参与制作的身心障碍产品 朋友们也可以透过购买身心障碍产品 来支持视障者重建 谢谢大家 真情传爱 大家好 我是王建立 一般来讲出忙的 他本身还有家人都认为完蛋了 什么都不行 其实他只要就像我刚开始 失明了 我们就去找资源 然后寻求资源 他就会遇到很多跟他类似的人 他就有机会走出来重新学习 那有声书学会 算是国内在辅导 中途失明 利用科技 是一个最有经验的单位 我们学会很需要一些志工 那志工我们有活动志工 比如说我们有办一些活动 带视障者外出去参观各种的活动 或是旅游 那我们也有制作电子书的志工 叠一级电子书图书馆 这个就是要有志工来帮我们 做成叠一级的格式 那另外我们也有一个录音 录那个心灵原地的小品文 也非常欢迎有兴趣者可以加入我们的录音志工 提一个例子像公园院有一个声服社 声音服务的声服社 他们过去一年都有在帮我们担任录音志工 还有电子书的志工 谢谢大家 目前国内NPO组织已经超过七千个 透过他们所分享的故事 让我们不只发现台湾的新希望 也一同关怀参与 为他们加油打气 我是王淑荣 欢迎您上ICGIN网站 听更多NPO传爱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